玉里一位张姓的渔民九天前到秀古兰西抓鱼 在沙洲上他意外发现有一具男尸 不过因为他怕报案之后会被调查 怕麻烦所以他躲起来赶快回家 没想到这九天来呢他是每天晚上做噩梦 吓得只好赶快请里长来帮忙报警 而这个男尸呢长期曝晒腐烂白骨外露 目前警方到场采证追查死者身份 光复乡张姓渔民九天前到玉里镇秀古兰西抓鱼 在沙洲上意外发现一具男尸 因为生怕报案之后会被调查 怕麻烦索性隐匿回家 没有想到九天来噩梦连连 吓得赶快请请模里长陈文祥报警 今天已经是第九天了 他们当初来抓鱼的时候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两只手已经没有了 我今天就报派之所 跟副所长一起过来这边看 里长说一早就跟警方到沙洲找尸体 在张先生的带领之下 很快就发现尸体了 但是已经没有头发跟手脚 不过还有穿裤子戴上链 警方战以无名师通报协讯 警察该无名尸体为男性 脖子上带有一条银色项链 上身着深色的短袖上衣 下身着浅色长裤 那尸体已明显腐败 现场会发现可疑的物品 那本人局立即保全相关机证 并报请官邻屁建筑长官相验 后来有来自松浦的民众到现场表示说 有亲人去山上没有回家 已经事隔三个月了 非常担心 因为我们找他快三个月了 玉立警方局表示 大体严重腐烂 白骨外露 目前见识人员正在现场查证 出版研判男师已经死亡多时 应有待确认死者身份 不排除采集DNA来商验 并且通报协讯三个月内的失踪者 记者高雙雙运阵采访报道